如果你不趁现在还年轻有体力的时候 打造自己的自媒体个人网站 建立一套自己的被动收入系统 等你老了,没有体力了,不能工作了 你要如何度过你的老年生活? 嗨你好,我是刘奶爸 在网络创业20年 从以前Yahoo拍卖初创时期 就在网络上销售DIY的家具和电脑 到后来发现销售实体的商品 太花时间和金钱成本 生意好的时候就没有了自由 生意不好就浪费了你的囤货 而且太多人模仿 所以后来我就转型销售软体和线上课程 最大体会就是 光阴事件,岁月如梭 这句话从小学时代 就会写在作文里面的沉浆烂调 现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 时间的流逝到底有多快 你有没有感觉 小孩好像昨天才刚出生 现在却已经上了大学 20年的时间仿佛真的一眨眼就过完了 我小时候觉得找个工作做到退休 领个退休金就可以爽爽的过退休生活 但是现在物价飞涨 通膨之后的生活再加上少子化来临 政府的年金和劳健保都可能在我们还没老死之前就已经破产了 你想想看 等你老了还能够做什么工作来养活你自己 如果没有公司愿意用你 那你要如何去度过你的老年生活呢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这样子的体悟 甚至恐惧 那表示你已经比那些总以为传道桥头自然值的人聪明多了 我知道你一定了解潜意识的力量和宇宙吸引力法则 可以让我们心想事成 但是别忘了 心想事成的前提是向宇宙下一个明确的订单 而不是一个模糊的想象啊 那些总以为传道桥头自然值的人 通常在年老的时候都会成为社会的下流老人 因为没有足够的存款和工作收入 每天只能够面对未来无止境的恐惧 现代人未来的平均寿命可以到100岁 以前我们很难想象 原来活太久居然会变成人生最大的负担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你会看到这个影片 也是因为你的潜意识而吸引到你的面前 我将告诉你三个方法 摆脱未来的生存恐惧 尤其是第三点特别重要 记得看到最后 第一 梳理你自己的专长 找出自己的价值 第二 第二 你可以教别人的大纲 并且开始制作PPT 第三 不要再说我想要 我希望了 请你直接改口说 我会 我可以 这三点请你现在马上开始去做 并且记得第三点 千万不要再说我想要 我希望成为线上开课的老师 请你直接改口向宇宙下订单说 我会在三天写完课程大纲 我会在三周做完PPT 我会在三个月录完影片的课程 为什么要你制作线上课程 因为你在社会上累积打滚这么久的工作经验 你肯定会有值得和别人分享的宝贵知识 所以你就满足了第一点 只要你能够花时间去梳理自己的专长 就能够找出自己的价值 你不是没有专长 只是你懒得去整理 你目前所有学过的知识和专业技能 为什么要你制作线上课程 因为你年纪大 网络也比20年前发达很多 你不再需要劳苦奔波 东奔西跑 就能够直接用手机 把你的专长录制成教学影片 传授给全世界所有的人 直接在网络上做销售 或许源源不绝的收入 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执行 请在底下留言 我可以在三个月后 完成自己的线上课程 如果你愿意让我协助你 打造自己个人专属的线上课程网站 只需要每个月不到3000块台币 两年之后 这个网站直接送给你 你可以自己安装任何 你想扩充的外挂功能 你可以销售任何的商品 这是完完全全属于 你自己的买断平台 别的地方绝对找不到 调编自己马上开始 底下连结点进去了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